逛了4家咖啡店 热的暂是五冰的40 咖啡师小姐姐也好看 你这个挺会招人的 这个风格就是水泥风对吧 对 清水泥 拜拜 See you again 青迈到青来 坐了大概三个小时的大坝 有人问我 为啥不坐飞机 因为离得太近了 所以根本没有航班直达 坐在大坝车上 一路看着沿途的树林子 小村子 五烟六色的小房子 感觉刷的一下就到了青来 到了青来当天下了长雨 自己感觉还挺惊喜 你问我为啥 因为这段时间里 每天顶着暴晒的太阳 你看我肤色对比的模样 给你们看我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一家咖啡店兄弟们 非常大 这是好朋友 你好 你好 Hello Hello Satma Di Ka 坐外面吗 可以啊 没有 我们就是 美式热的算是五冰的四十 咖啡拉腿四十五四十五 都是差不多不超过十块钱那样子 这个面包相当不错 这个也帮我来一个 这一盘摩托器这个阵仗有点大 不是为了振战 是为了给客户更多的选择 深度烘焙 中度烘焙 单地的浅度烘焙 青来入豆子 然后这边是巴西的中浅 SRV2 好浅 我的天哪 对一会儿可以给你吃一个做美式的单的 我在这边这是头一次见到这么长的吧台 你这个吧台有十米了吧 对 十二米 哇 我的天 咖啡师小姐姐也好看 你这个挺会招人的 是吧 你看 烘焙间 对 我们的烘焙间出时机 对 因为这个我们用厚燃机样子 中间白色是厚燃机 你用了厚燃的 对 但是这个是一次厚燃 它有一次厚燃的会员 所以就更充分 青来市这个地方非常小 常住人口也只有20来弯 我拜访的客户朋友 他在方圆几公里开了4家咖啡店 7个小摩托车 带我逛完他的4家店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 这4家店开店的时间不一样 设计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一样的是这价格 兵美式40株 换成人民币也就7块5 我问他 一天能卖多少倍 他说每个月1.5吨的豆子轰得贼累 这种设备的情况下 卖这样的价格 这个在国内是不可能转贴的 但是他们在这边他们就能转贴 这家店每天出品五六百倍 诶 对了 你们猜一下 这家店他花了多少钱开出来的 哇 你们整这个地方花了蛮多心思的 我觉得 这个店从来 其实也就差不多一百万人的地方 这个店到时候就给他关掉了 对 给他关掉了 疫情期间真的是做生意好难啊 没有 这个是因为刚从房租到了 那也不太方便 那这家店由于面积小 但是房租的成本和那个大仓库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月2万台主 那考虑到整体的运营以及营收 那他们还是决定关掉这个店 哇 这个太好了这个 这边的橘子本来就好 对 我们先炸的 哇 你看他们的这个和颂 这个太有食欲了 看起来 他们就白天就聚集在一起喝咖啡 这边还有人点热的咖啡 对啊 哇 这个店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络绎不绝的一直会有人来 态度也不错啊 在哪里的 自学的 自学的 无意啊 那我一开始开咖啡店 也很舒服漂亮 那我现在我一个人一个月要烘1.5吨的豆 我要运送服装 就是实打实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工厂上班是一模一样 理想变工作变现实 现实就变成一种痛苦和快乐的一个平衡点 它不是完全痛苦 但它也不是完全快乐 这个小哥在唱歌 小城市的人生活的这种方式就太安逸了 偶然路过了一家咖啡店 点了青来本地的咖啡 那这家咖啡店的出品还挺特别 端上来后还把冲完的咖啡放在盘子上做装饰 有点意思 这他们冲剩下的咖啡 他们会给你展示出来 点灯的时候 那个小姐姐说是青来的 那个叫什么什么山上的 我也听不懂 她说是那个地区的 那我就点了一个水洗的 干净度是蛮高的 它是带一点点微微的烟熏感 整体喝起来是蛮顺的 小姐姐正在开毕业照好像是是吧 他们这个是学校的校服吗 看起来有点像 有点像是毕业服一样的 看起来蛮漂亮的对吧 另外在泰国街头啊 有挺多这种摩卡湖小店 他们甚至都不用咖啡机 几个摩卡湖小磨豆机 几种简单的器具 各种各样的原材料100 也能开起来一家咖啡店 那其实这也是我来这次泰国很大的一个感受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各样形态的咖啡店 那比如我这个客户设计的很漂亮 提供不同种类以及产地的咖啡店 那街边小摊位的松咖啡摊 那这种不同形态的店啊 定位虽然不同 但是呢他们能给到我同一种感觉 就是咖啡离消费者很近 而且很日常 带了一丢丢的微微的这种甜味 它就能搭配着这些吃的一起来喝 真真正正的把这个饮料 放到这个餐桌上来 咖啡果汁接之前的花 它把它做成了那种茶 所以说我买了一包 哇这个好好吃啊 吃起来酥酥软软的 但是它这个辣椒我看起来就害怕 这个小哥相当帅 他在曼谷做警察的 然后辞职了之后 回来就是开了个自己的这个店 真的这个 哇这个小哥做的太好喝了 你看这两杯我喝的都一滴不剩 拜拜拜拜 See you again 拜拜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